韩国巨手崔洪万KO对手赢下一场比赛过后 便彻底飘了 竟然用手指着台下观战的泰森嚣张挑衅 叫嚣泰森如果赶上来跟他碰一碰 就会把泰森打得满地找牙 而面对崔洪万的挑衅 森哥也是很有格局 面带笑容连连摆手拒绝对方 但崔洪万以为泰森害怕自己 便得寸进尺 继续手指泰森 叫嚣泰森就是个耸包 而森哥依然向对方竖起了大拇指 崔洪万回国之后 便大肆吹嘘自己的英勇无敌 还当众嘲讽泰森见到自己吓得瑟瑟发抖 手里的爆米花都被吓掉了 一群韩国吃瓜群众也跟着嘲笑泰森 这个韩国巨瘦崔洪万身高2米18 体重300多斤 仗着巨大的体型便相当狂妄 常常不把对手放在眼里 动不动就先桌子 要动手打中国小伙 还首撕中国选手的海报 发布会上更是无理挑衅 用手抓住中国选手周志鹏的头揉来揉去 周志鹏也是当场翻脸 崔洪万自从赢下了一些比赛之后 便自以为天下无敌 那么接下来 我们通过两场崔洪万的翻车之战 看看这家伙到底有没有实力跟泰森打 第一场 崔洪万对战卡洛斯 崔洪万见对手矮了一大截 赛前依然是嚣张地挑衅对方 做出鄙视的动作 卡洛斯决定用拳头狠狠教训这个家伙 比赛开始 双方谨慎试探 由于崔洪万臂展较长 卡洛斯也不敢轻易靠近 先是不断绕着擂台游走 与对手控制好距离 崔洪万见对手迟迟不敢上前 于是慢慢逼近卡洛斯 卡洛斯虽然个头小了许多 但却比崔洪万更加灵活 明显是想采用游走式打法 抓崔洪万的防守空荡打突击 卡洛斯一番虚晃试探过后 崔洪万逐渐放松了警惕 突然 卡洛斯跳步上前挥起重拳 连续轰了过去 打得崔洪万连连后退 措手不及 卡洛斯炮弹般的重拳 砸在崔洪万脑袋上 直接将崔洪万打得瘫倒在擂台 崔洪万躺时擂台一动不动 没想到韩国巨兽开场两分钟不到 就被对手秒杀KO 打得脑瓜紫隆隆作响 这一顿暴击实在是太强悍了 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第二场比赛 崔洪万对战萨摩亚战将麦提莫 由于麦提莫年龄偏大 赛前崔洪万还嘲讽对手又老又矮 但殊不知 这家伙又要翻车了 麦提莫连续次拳向崔洪万逼近 崔洪万则是显得小心谨慎 不断后撤游走 不敢与对手正面拼拳 麦提莫持续推进 将崔洪万抵在龙边 但由于崔洪万体型较大 麦提莫很难将对手拖入地面 只能一边压住对手 一边抡起拳头 试图砸开对手的防守 崔洪万拼命抵抗 麦提莫突然推开对手 然后就是一番重拳输出 由于麦提莫的拳头实在太猛 崔洪万都被打怕了 被轰得摇头晃猛 连连后退 阵脚已经完全被打乱 此时的崔洪万气势 完全被麦提莫碾压 麦提莫继续将对手 压在擂台边缘 势大力尘的拳头精准有力 不断轰在崔洪万身上 崔洪万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力 完全只能被动挨打 麦提莫继续加强攻势 火力全开 抓住对手防守空荡 突然一记碎山烈石的后手拳 砸在崔洪万的拳台上 直接将崔洪万打得摊坐在地 迟迟没能站起来 现场工作人员立刻上前查看崔洪万的伤势 只见崔洪万被打得鼻青脸肿 狼狈不堪 这下也是老实多了 麦提莫最后这一拳可谓是稳准狠 感觉崔洪万脑瓜子都快被砸开了 如果挨上泰森这么一拳 估计崔洪万都得上单价了 通过崔洪万这两场比赛的表现 你觉得这家伙 能在泰森拳下撑多久吗